來鄉親繼續說這個新冠病毒 臺灣已經一百多天沒本土病毒 但是八月找他 已經這位中心公佈的這個 這個病毒 實在是真上腦筋 到現在也沒找到感染完 他是比利時的工程師 五月 找入境來臺灣 七月二到 要回去比利時的時候 在臺灣做猜減 結果減出是 用勝 五月到病毒 但是看他的檢查 應該是在五月 還沒到臺灣進行 就已經餵到病毒了 這個案例實在是素人煩惱 所以專家來建議 買入境 那就是買一個臺灣的時候 要擴大來採檢 到底是比利時還是在臺灣餵到的 比利時的工程師 五月邪三來臺灣 七月二到出境 後來 自費採檢病毒 獲勝的檢查是優勝 表示拿來要病毒 但空替的檢查 也顯示說 沒餵到這個IGG 是極力的優勝 最近感染的IGM是陰性 感染管理都會讓醫生也不適合 因為這病毒存在時間比較久 甚至可以到兩個月 那抗體常常在第七天到第十天就上升了 所以在很多病人的身上 這個案例 讓人的檢查 也能夠更大一間減減的症狀 所以我認為我們其實也可以考慮入境篩檢 如果沒有任何不適合入境五天左右再驗一次 大概就可以了 有檢查 有保重 面對全世界這麼嚴重疫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所以可以得到這個履歷了 是昂加密anson 進去嗎 所以我一定會在意大便 那麼看 如果沒有將便有任何人聞到 會不會看到